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众多穆斯林的领导者 可以这样比喻 在虔诚的教徒心中 合着就是现实中真正的神灵 维族人在清代就流传了一句谚语 其大概意思就是说 能见合着一次就是天大的福气了 所以作为神灵在人世间的代言人 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的权威 这些合着们在倒过完宗教的事情后 还不想闲着 还要继续扩大自己的威严 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凡事 想要搞点事情 并且在合着们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在十四世纪 控制了一大批小国 还控制了当时的新疆 之后 合着的权势越来越大 当时最大的一个国家 东察和台就邀请合着成为国师 合着也拥有了大量的凡事间的财产 那时候的新疆 可以说每一块地方都渗透了合着的势力 这些宗教的领导者们 预发的无所顾忌 利用神的代言人身份 不断干涉各国的内政 就连平民的生活各方面也都受到了影响 那时的新疆 无疑是处于合着的统治之下 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 合着开始鼓吹自己圣意的身份 在穆斯林心中 唯有穆罕默德可以成为圣人 这也是凡人世界最后的一位先知 所以合着鼓吹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后裔 就是说 其身体里面有着圣人的血液 自然身份得崇高 可以说 合着们不断神话自己身份是成功的 伊斯兰教中的各个支派 竟都承认了其身份的神圣性 并且没有任何人表示怀疑 所以 一旦亲王朝有段时间 对新疆的管理松懈了 合着眼看这是个好机会 就勾结外部的合着 一起发动了一场独立运动 乾隆22年 霍吉战杀死亲军副都统阿敏道 举兵自立 次年 乾隆皇帝发兵征讨大小合着 在库车 伊尔江 河镇等地与大小合着交战 乾隆24年 大小合着兵败西逃 金葱岭进入巴达克山 被巴达克山首领 索勒坦杀勤杀 叛乱随平 大小合着之乱的平定 标志着清代中国统一战争的完成 也是乾隆皇帝的实权武功之一 此一之后 天山南路重新纳入中国版图 清代中国将与争予即胜 回布平定后 清廷设伊利将军 统下新疆各部 设总理回江世五 参赞大城管理回布 这场所谓的独立运动 我们知道最终是失败了的 清朝也彻底平定了此次的叛乱 分裂活动的领导者大小合着 值得逃命 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真正杀死他们的 却是其潜逃当地的居民 虽说这次的主要领导人被斩杀 可完全没有断绝后患 淘宝的一部分云涅 集合着嫡系 在浩瀚国重新聚首 并继续力量 为下次的分裂新疆活动做准备 终于在十九十级五十年代 也就是清道光二十七年 有着浩瀚国的帮助 这批云孽纠结一千多骑兵 杀入新疆 甚至为了报复 遇到汉人就斩杀劫掠财物 夺人妻女 新疆地区的汉人伤亡损失极大 后市称之为七合着之乱 当时的清廷在抵御外敌 和内部起义的矛盾下 为了平息战事 与边疆签订的和平协议 也宣布正式破裂 七合着之乱 无疑是在清廷千装排孔的身体上 再镶了一把刀子 使得清廷不得不再次分兵边疆 最终将其赶尽杀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